說起尷尬,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遇過一些相同經歷呢? 臉皮厚的你,臉皮薄的你又會怎樣做呢? 美女,你還沒做RAT 是嗎?我還沒做RAT 你已經做了,我是在講後面的同學 我還沒做RAT 嗨 嗨 嗨 喂,等下來了 你知道我們班的Cherry 整天都不教功課 那裡全班都被她罵 聽你這麼說,她真是妥卑 聽說前日Maria用了一整堂時間 罵你們的班 唉,真是慘 是啊,一說到Cherry,真的很猛 你知道,說到現在頭也痛了 喂,很老 什麼事啊?嚇死我嗎? 明明就是你啊 遲了整個禮拜都沒教過功課 關我的意思啊? 嘩,又不是說你Cherry Chan 我們說Cherry好啊 嘩 嘩 嘩 哈哈 不好意思,你們繼續說吧 好,拜拜 看完剛才的影片 你們都是否新童感受呢? 喂,等下來了 我們現在訪問一下老師和同學 假如你遇到剛才的情況 你又會怎樣做呢? 我就會可能是 說不好意思,然後笑幾句 就走走了 如果我遇到剛才很尷尬的情況 我應該會掩著臉跑走 因為實在太尷尬了 我會笑幾下,然後說一句不好意思 就跑走 看完剛才的影片 你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甚麼呢? 最深刻的就是第二條影片 打招呼那裡 因為有時候都認錯了 以為學生和我打招呼 可能之後 原來不是和我打招呼 那就尷尬了一點 最深刻的應該就是第三條影片 就是有兩個女生 一個同學壞話的時候 誰知道就有人出來聽到 雖然不是說改一個同學 為甚麼這麼深刻呢? 因為我覺得如果是 改一個聽到的同學 還要剛好遇到名字 他應該心裡好不好受 我覺得是第二條影片 因為他的情況 我也有試過 所以都挺心痛感受 你會建議主角 怎樣處理以上的情況呢? 如果有甚麼意見 可以給予一個主角的話 就是 他不用覺得所有事情 都是和自己有關的 可能 其實這個世界很大 不是所有事情 都是關於自己的 可以放鬆一點 放開一點 退後一步 你會發現 其實很多事情 都不關於自己 可以輕鬆一點 我會叫他不要這麼衝動 我會叫他不要這麼衝動 等多一會兒 確認一下 是否在說自己 是否在叫自己 才再回應他 其實我覺得 只要自己知道 自己做好自己的本分 就可以了 原來他在這裡 下次說話小心一點 如果我不是讓他聽到 我們死定了 我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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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